正一下我们的大来宾 正大来宾 小曾小曾能听到吗 能听到吗 能听得到 以后我们的记者都已经准备好了 一会儿大来宾下来了 你就一堆人拥上去 问他一些不知所谓的问题 就是让他懵 让他懵 好的 我也去正一下我们大来宾 我来弄吧 我看到了我的群演员们 很敬业地等在那里 隐藏得深一点 来 化妆师助理都出来了 摄像师跟拍摄像师 魏晨 魏晨 财富城 魏晨 中国流行院偶像歌手 二零零七年参加选秀比赛 最受欢迎男歌手 魏晨 参与主演的 《一起来看流星雨》 《匆匆那年》等影视剧 均凡响不足 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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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月在天津拍戏 就上下电影 就单位你在天津拍戏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新电影 《空军拍戏》 对 《上海》 在上海拍戏 真的得不错 其实在上海拍戏 不是 这已经转场天津了吗 不是听说已经改到天津来拍了吗 听说了吗 我上了不知道 天津来拍 可能其他的景在天津吧 反正我拍的都在上海 为什么选择在昨天晚上凌晨三点公布那样的言论 今天已经登上热搜榜第一名了 什么言论 你没看今天早上的热搜吗 不是 今天早上去搜都第一了 是我 是你吗 不是我 而且是你自己的官微发布的 是你啊 而且 那个对方已经回应了 对方已经回应了 对方已经回应了 对方 能不能对我们建筑界 这个还当中了 当中了 什么 什么言论 请正面回应一下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你正面回应 昨天晚上凌晨三点公布的那件事 怎么回事能不能解释 你正面回答一下 我回应一下 我们想说回答一下 你正面回应 你正面回答一下 我们认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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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今天早上 对方 对方可能把这个热搜都撤下来了 然后 但是昨天晚上凌晨三点的时候 真的已经公布了 所以我们想 听一下你的热搜 那就 就跟我说的一样 我 你们说我都发布了吗 我发布的就是我想 他感觉到我们在整骨他了 那你官微说 你要那个淡出娱乐圈 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好 那就明年再见吧 大家 我订一下回家的机票 我就明年再跟你那边 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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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智商吗 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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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们还在那么认真呢 沈涛 说的我一眼光不过来 我就看出来 这都是套路 你们在这遥控 为什么你们还在演 我们已经到车上了 我们要走了 沈涛哥 沈涛 差不多了 我的时间差不多了 好 就回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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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涛 2 3 3 3 4 3 5 6 7 8 6 3 6 10 100 100